小说2017讲播 高晓宋要讲金瓶梅了 康熙来了 未停播前 无论吃饭还是运动之余 都能随时打开八卦男女的闲聊话题 这种节目有个名号叫做下饭综艺 那么如今的电视影评上 有什么下饭综艺呢 刚开播的奇葩说第四季 本季的议长由何炅担任 而蔡康永马东纷纷下饭参加辩论 最新一期的女神徐敬蕾的到来 引来了不少的流量和点击率 相比于七八说 摆脱了冰箱的成功 在于他将八卦脱口秀厨艺等元素结合了起来 节目也因此被贴上了下饭综艺的标签 为了给星期加料 摆脱了冰箱三 在原先六位固定厨师的基础上 又加上了两位大神级厨师的全新上阵 让原本就激烈的厨艺经济 更加的白热化 好看度有望提升 说到下饭 不能不提抄袭韩宗的 三十三餐风波的向往的生活 这档电视综艺 由黄小厨黄磊和炯等人坐镇 还是颇具左餐前置的 每次看看黄磊在室外桃源 鼓刀出一桌 阳气的农家饭就看点十足了 就知识综艺而言 拿着手中道具折扇 笑着二郎腿指点迷津的高晓松 堪称亚俗共赏的说书人 另粉丝其他部分的是 小说20174月7日将登陆优酷 他通过解读 金平梅这部长卷式小说 首次尝试分享与历史 社会国家有关的深度内容 高晓松说 在即将知天命的年底 他对金平梅又有了新的理解 我长大了 越来越觉得金平梅写得好啊 通过一个题材 从经济历史文学上 甚至从人的各个角度 发展到很大 对话高晓松 在颜值上获得好多乐趣 记者说 您如何看待第一代网络视频节目 逻辑思维等的退场 高晓松说 我没有觉得退场 第一代节目在升级 什么叫第一代呢 第一代就是两把菜刀闹个命 我其实不太了解 哪些是真的退场了 跟互联网节目没有关系 不管是电视平台 电台平台 任何平台做出的节目 都应该是七成退场 如果一个平台做出的节目全是好的 全是收视率向上走的 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事情呢 大家都在向前走的路上 就是一路走 一路尝试 所以我觉得退场还谈不上 记者问 作为一个老牌的内容人 你对网感这个词 怎样解雇呢 高松说 我并不想多说中国互联网 跟电视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最终我觉得 还是要对内容负责 应该由不同的平台 来选择不同的人 而不是由一个人 自己去适用不同的平台 你问我怎样写摇滚乐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能一会儿有摇滚感就写摇滚 一会儿有迷摇感就写迷摇 是大家共同选择的过程 而不是主动适应和创作的过程 可能我长成这样就没有电视感 因为电视有种传统 上得去的人都得光鲜 感谢观看